我今天又拿了一个新的车 Land River 搞错了 再来 Land River 路虎的车型我是有开过的 但是路虎卫视我从来都没有开过 我总是会听到路虎卫视这四个字 是因为我爸总说 他特别喜欢这个车 总是评价他说是什么地表最强 然后最强的越野车 男人的大玩具等等 导致我一看到路虎卫视 我就想到我爸 比我还高的车真的很少见 虽然这一代的路虎卫视 它的外观方面是有一点变化的 但我最期待的还是它的内饰 因为据说变化非常非常大 我要看一下 好高啊感觉视野 而且很宽阔 知道是在做一个SUV的车型 但是如果你说它是一个硬派越野的车型的话 单看内饰的话好像还不是那么明显 这两条命纹我很喜欢 我有一个飞行员朋友就特别喜欢 我这里面要插一个小插曲 因为前两天我正好跟他聊天 然后他跟我讲说他特别喜欢路虎是谁的车 而且呢也特别喜欢英国的品牌 然后我就调砍了 我说那你就买一辆呗 然后他告诉我说他没有驾照 就是他不会开车 我当时就震惊了 我说你连飞机都会开 你居然不会开车 他就来鄙视我 他说我告诉你 你的一个机动车的驾照 加上一个摩托车的驾照 你都比不过我的一张飞行使照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到驾校去学车 但是你永远都没有机会开飞机 哎呀我这暴脾气 我就在大陆景平上搜了一家 就挺有趣的一个飞行体验机地 据说那个地方可以开飞机啊 我一定要拍照片给他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出发吧 我开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要到了 旁边已经有水到了哎 那边就已经有飞机了哎 还有飞机跑道 我想把车开一下去和飞机合张影 但是这个路况好像不太符合 我先把车停一下 我下去看一眼 这都是一个堤坝的那种大坡 这个地方还有草地 这个也得有 得多宽啊我靠 看看 我觉得如果把悬架调到最高 应该能下得去吧 我试一下试一下 我们现在做一个准备工作啊 先把这个悬架调到最高 调到最高能到多高呢 这上面已经显示说是越野高度了 然后我要把陡坡环降也打开 成功 有惊无险 有惊无险 我的天 这个底盘已经抬到这么高了 终于到了 终于到了 我刚才看到这些飞机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而且它旁边呢是有一个这样的大的帐篷的 好像里面也停了一些就是还没有组装完成的飞机 这个飞机好帅啊 有点像电影里面看到的 你们有没有感觉 那边有个工作人员 我要去问一下 哈喽小哥哥 哈喽 这个飞机可以坐的吗 可以啊 就是和平时看到那种大的飞机好像不太一样 这是一架水陆两栖飞机叫封林号 也是我们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的水陆两栖飞机 那我现在如果想体验的话是怎么怎么怎么来弄 我们正常就是有飞行体验项目的 正常是从680到1680都有 有什么差别 正常我们680的项目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五边起落航线 啥 五边起落是什么意思 正常680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起落航线 然后我们收费贵的项目呢 是可以由乘客自己进行带赶操作 然后飞到空域里面做一些比较刺激的动作 真的吗 我们同样也有执照培训 我们对于陆地执照的收费大概是在10万8左右 然后10万8就可以拿到驾照 就是执照是吧 飞行执照 运动类飞行执照 那但是10万多好像也不是很贵我觉得 那如果学完驾照之后可以买飞机吗在这 可以啊当然没问题 哪怕你没有驾照理论上也是可以买飞机的 那价格大概是多少 我们这个飞机收费是在200万左右 哇还是挺贵的算了吧 我看你都把车开到我们跑道上了 要不咱俩来比试一下 sorry sorry可以啊 那如果要是我赢了的话 我可不可以免费体验一次 没问题 没问题 哇第一次跟飞机比赛真的是太刺激了 我让教练带你上去体验一把 今天太热了 我的天我要换个衣服 你今天体验的其实是这一架飞机 是这一架吗 哇这个也好酷啊 我是可以坐上去的是吗 对 我还需要穿这个 我还需要穿这个 九层一层 是这么穿了 是这样的吗 我还有稍微有点紧张 我会变得更好 我会变得更好 给我 体验完之后瞬间感觉我的路虎卫视都不消了 不过在路地上还是要靠它 一天的旅程终于结束了 我觉得今天好开心 体验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很多人都说这一带的路虎卫视不太好 因为它没有大梁了 但我觉得真的有必要 有必要有大梁 我不太懂这些 我不太懂这个就是说真的越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开着这辆车在城市的道路上 或者是说稍微走一些乡间小路这种泥泞的地方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你真的会每天都越野吗 开着它 好像也不太会 不管说你喜欢越野也好 喜欢单纯喜欢路虎也好 或者说你想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也好 我觉得这都是你的一个生活选择和态度吧 嗯 就是期待大家能够开上自己喜欢的车 然后找到这辆车 能够带给你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就OK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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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